我們今天到伊朗 帶小朋友出來換一換 我們現在到那個蠟筆工廠 好多人喔 準備要排隊進去 在上面一直旋轉一直旋轉 旋轉這樣丟下來 這樣丟下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是溜滑梯耶 然後你可以看 這溜滑梯是這樣子旋轉 它是這樣旋轉旋轉旋轉 有沒有覺得很害怕 我不要聊 這個你不可以玩 沒有辦法 你再大一點你才可以玩 很長的溜滑梯 但是小朋友要玩的話 都還是要注意 應該是有年紀的限制啊 六歲以上嗎 那你還不行 要六歲以上才可以玩 所以我我我會再 再進度我一起就可以了 對啊對啊對啊 再進度我一起就可以了 沒錯啊沒錯啊 你到時候就可以玩了 那是看你敢不敢玩而已 五十年前 蠟筆它成型的機器 就是蠟筆一根一根出來的時候 它是用這個機器下去做的 所以它上面就有介紹 那個機器怎麼用 帶小朋友來這邊認識一下 我們以前常用的蠟筆怎麼製作出來 而且這個品牌其實是我們常用的 還蠻特別的耶 這是我第一次來耶 這邊裡面有一個那個體驗區 就是手工的體驗區 十點半換我們喔 我們等一下會進去這裡面 它這裡面是那個體驗區啊 對 就是手座嘛對不對 它門票有四種體驗 我們就等十點半進去體驗一下 跟大家講這個是有預約的 因為它人數要控管在疫情下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個票價有四個體驗 建議各位一定要先預約 因為它現在人數都有控管 如果你沒有預約的話 它要排後面 就是要等預約的人先進去後 再排進去 所以這一點要跟各位講一下 票價的部分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個網路上 他們自己的官網都有說明的很清楚 還有計秒數速發 很快捏 快到了 大概平均說13秒就到了 所以他們這個還有計時說 你從八樓那邊下來的時候 大概會有花多久時間會到這個地方 所以還蠻特別的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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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就是愛好 讓小孩子去練習畫畫 讓他們有想像力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畫畫 學畫畫有一個好處 它會訓練你圖形的架構 還有就是顏色的配置 這個都是有關係的 更重要的是尺寸 尺寸的那種概念會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小孩子學畫畫是非常好 準備要進去那個體驗區了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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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謝謝 我們領到材料了 你要紅色也可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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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媽咪 你看 女兒畫什麼 女兒畫得不錯喔 你看 有一個小米奇的動物 然後他一個小朋友在幫我畫 媽媽也有畫嗎 媽媽超 對 媽媽超 好 我們準備要到下一個體驗區了 這個是筆心 然後你看看它什麼顏色 然後你放完後 注意就是要平平的敲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他自己會吸上來 吸到快八分嘛 讓他滴一下 然後就放進去裡面 這樣子就完成了 第三個體驗帳 等一下會做出一支蠟筆 我們剛才是做彩色筆 然後現在是會做出一支蠟筆 我們現在在第四個體驗上 第一個是做那個風車 第二個是做彩色筆 第三個是做蠟筆 然後最後一個是做 彩繪 彩繪嗎 那個買門票不是有送你那個筆嗎 他講的是這一個啦 這一個啦 這一個 等一下老師會教學 那我們再看老師怎麼教 他的體驗其實施工不會很難啦 其實他講得很仔細啊 覺得帶小朋友來這邊體驗一下 是還不錯的 我們是10點半進來 現在已經是11點半了 所以整個體驗完的話 大概差不多12點 就可以差不多結束了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種體驗還蠻不錯的 而且 現在是因為翻譯的期間 所以他有控管的東西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好像很擁擠 我們到那個宜蘭餅發明館 先幫他們拍一下 好預備小朋友們看一下喔 一二三 民國97年 他不當空姐 敢賣宜蘭餅耶 來這邊可以看看 有師父的一些故事 很厲害 做生意 有時候 要靠機會之外 還要靠一份堅持 就跟我們一樣 我們拍片給大家 有我們的堅持 我們沒有在怕酸民怎麼樣 沒關係 我都覺得沒差 因為 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正常的 這個可以放多久 差不多15年 大明天都15年 可能到中秋有點晚 有點晚 就是你們現在訂 然後九月幫你們寄 也是可以這樣寄 好 謝謝你 中秋月餅還是要有送 那一種 真的有月餅的那一種 會比較好 其實現在月餅 有的人是吃膩的 吃膩的 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老派啊 有時候堅持傳統 是有好處的 我們不能說堅持 叫保留傳統 改革創新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不過有時候老婆的想法 一定要參考一下 我們稍微看一下餅 然後挑選一下 再看看他買什麼 我們已經買票了 而且他的票好特別喔 他的票就是一個 車子這樣子 這個就是他的票 然後主要是 他可以去 抵那個 裡面的碰碰車 禮品 餐飲 但是他還是有 給你一個碰碰車的券 所以 他可以去抵裡面的東西 好像是 一張是可以抵50塊啊 這邊是抵50塊 這個是免費 這個是免費的 還可以換一罐飲料 我覺得這種 價位其實是還蠻好的 還算OK 我覺得還要 因為要維護 這個啦 我覺得還是一樣 整個三個加起來才550塊 然後你看這裡整個這樣 這整個這樣子 要維護是不容易的 門票的價位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不會很貴 哇 哇 哇 那你進去就玩 哇 進去看 哇 這裡真的很不錯 都是一些老車 當初本田的新生代 早期的年代的一些車子 這裡真的很不錯 大家都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因為我兒子很愛車車 所以他就來這邊看 我女兒也是很愛車車 你可以看他已經興奮到 整個都在那邊看了 這個 是 當初復興航空的 那架飛機 四次所撞到的計程車 看他的場景真的是 那個 那個 觸景 三晴 就是新聞報導那個飛機 直接撞到那個 掃到那個計程車的畫面 整個腦袋馬上響起來 看到那個新聞還是很難過 所以 不知道怎麼講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講 這邊真的是很值得來 就是 我相信只要愛車的人 都會喜歡來這邊 因為這個真的是記載著 每個年代 計程車的那種 樣式跟模樣 這是一個歷史的見證 各位都可以有空來這邊看一看 你可以看到一些計程車的文化 喜歡這裡嗎小朋友們 喜歡這裡嗎小朋友們 阿富外還有這種 讓小孩子可以玩的地方 還不錯 有興趣的 我覺得都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帶小孩子出來走走一下 要不然他們也要上學了 當然所有的反應都還是要做好 這點很重要喔 我們現在要換地點了 要跟這裡說 掰掰 好 我們到下一個地方 我們去嵌車吧 shoutouts 在開門 後來 西村 偶像 再開門 也等遊戲 打開關 可以 打開關 打開關 對 進步 打開關 那 打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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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二天 帶小朋友來這裡 魚龍牧場 來看一些小動物 一樣今天是好天氣啊 帶小朋友去看看一下小動物 我們就來看看這邊有什麼東西吧 自己躺了吧 對 要自己躺 這裡三張片 就10塊 好 OK 可以抵10塊嗎 對 飼料不算 微解封後 大家都會出來走走 尤其是假期的最後幾天 都一定會帶小朋友來這邊走走的 自己來 自己來 自己在碰到要來的 有時候餵動物 他們都已經是被我們遊客都餵到飽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看到 鴨子要想要吃飼料什麼的 慢慢走 這邊慢慢走 好 去 這邊有飼料回收啦 這邊也有啊 你看這邊 這邊 丟 丟 來吧 餵 我們吃吃看 好 有了 來了 吃吃看 呵呵呵 啊啊啊啊 它是起來上步的 它是起來上步的嗎 對 所以你有丟給它 它不吃都不斷啊 吃飽的 吃飽的 它起來上步的啊 就是每座叔叔養的那種象龜 它卡在那裡 搭烏龜 在這個洞裡面 烏龜在這裡面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專門是養這種象龜的 應該不是說養 是專門在賣這個象龜的 它專門就是賣這些所有象龜 從小吃到超級大吃它都有 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跟我講 或者是改天我們去拍它的象龜給大家看 好啊 所以營農牧場 其實整體逛起來 就是一些 一些小動物 鴨子啊 雞啊 還有豬豬嘛 就對了 還有天之鼠 還有兔子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可以讓小孩子餵死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還不錯啊 等一下我們會離開 要去看天之鼠 要去看天之鼠啊 等一下我們在這邊再待一下 然後就會換地方了 我們到了那個金車葛巴蘭 本來是想說要去投城老街 但是天氣太熱了 但是天氣太熱了 想說來威士忌這邊酒廠看一下 順便買酒回去可以嗎 呵呵 不能喝酒嗎 那我可以喝一點點嗎 可以喝一點點嗎 可以 要加藥機喔 這麼一點點喔 這麼一點點而已 因為你喝一點點就只能喝一點 只能喝一點點 前世情人講話了 呵呵呵 老婆也是跟我說只能喝一點點 現世情人講話了 等一下再來灌這裡面 這裡面才是我最愛的 呵呵 我很喜歡喝威士忌酒 但是我喝那麼多品牌 我覺得 葛巴蘭的味道是我目前我最愛的 台灣可以出到這樣子的威士忌等級的酒 真的是很不容易 很不簡單 這也是證明宜蘭的水質喔 非常好 所以才可以釀造出這麼厲害的威士忌酒 我只要每次來 只要有經過宜蘭 可以的話就來這裡 買幾個酒回去小小喝一下 以前常喝啊 但是現在要控制一下 你可以看裡面真的有 你看 等一下看 啊 湯怎麼說的 快然你覺得抱他很重喔 很抱不起來 好啦 先去吃一次吧好不好 我們去二樓 好我們先上去二樓吃東西吧 吃飽了 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看 酒了 要買爸爸的飲料 不是買爸爸的飲料嗎 不是這樣講吧 爸爸的飲料 對我們去看酒 買爸爸的飲料 買我的飲料嗎 呵呵呵呵 要這樣一點點喔 你跟我說只能喝這樣子 這樣 這麼多喔這麼好 這樣子 只能喝一點點這樣子喔 這麼一點點而已喔 這樣子吧 好 我只能喝那麼一點點 他講的 這樣 可以這樣子嗎 好好 好 只能喝一杯還是兩杯 一杯就好了 一杯就好了 我喝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加水嘛 加水就可以分好幾杯 喔 可以 那就太多 好 我們最後選 試喝罐的 就是這個六罐 然後這六罐的口味 我是買了這個 寶典的 然後再來是頂級指揮 再來是這個葡萄酒桶的 然後我蠻想要喝這個是雪莉桶 再來也有喝雪莉桶 這兩個雪莉桶不一樣喔 然後再來是 脫本桶 我覺得這個是常喝的 可以不用 這個的話是那個白蘭地桶的 所以大概就是買這些 六罐 這樣子喝 一次可以喝一罐 或者是半罐 我不是說一點點嗎 已經超過他的量了 好好 那你拿好喔 會不會很重 不會 坐大大的啊 這樣子是半罐啊 你看 鬥主殿下 你們這樣比是半罐啊 他給你很大的那個 空間可以喝 好那就半罐 我一次可以喝半罐就對了 好啊你拿包我拿 我都不能超過 我都不能超過一五喔 好那我們去付錢喔 夠嗎 這就夠啦 就付就好了 就付就好了 好去付錢 A few moments later 那兩天一夜 有一些旅途 帶著小朋友 出去外面走走 這兩天的行程 我們去到了 大比城堡 然後再來是伊朗丙發明館 然後再來是那個 機車車博物館 尤其是機車車博物館 我兒子超愛的 今天我們是到了那個 櫻農牧場 再來是最後一點 是我最愛的 金車哥巴拉 的威士忌酒茶 今天我們要去海邊走走 既然這兩天一夜的旅程 你們都喜歡 未來我們也會盡量 拍攝這種Vlog給大家看 那除了修車保養維修之外 旅途的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好啊那就這樣子囉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這兩天一夜的旅程 其實我們沒有刻意安排 很隨意的去一些景點 重要的是陪伴小孩 小孩的成長過程只有一次 與其說我們陪伴他們 倒不如說是他們來陪伴我們 讓我們人生多了一些不同的故事 很感謝各位觀看影片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